就是说旧版的是这样子 新版可能也是弹出 反正就是一个menu 那里面可能我需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关于跟结束 那关于就是也许跳出一个align dialogue 就是什么呢 你说是关于作者 然后你就是某某人 然后呢 如果比如说有接案需求 请下email信箱 类似像这样 然后让那个一般人知道说 如果他觉得这个app不错 那需要找到合作 有没有什么管道 至少让人家知道一下 或甚至将来后面我们有个intent 下一个章节第九章 intent的话 就是可以直接让他拨电话 直接打电话给你 或者是说直接mail给你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相关的这种设定 那当然会有几个 一样是mvc m的话就是说你的menu应该建立 建立在哪里 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画面是Eclipse 不过大致上是相同的 你需要在resource里面呢 先建一个menu的资料夹 这个可能字稍微小一点 有没有 一样要在这里面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menu的资料夹 里面也许放一个man man.xml 不过这个名称不是固定的 这个名称的话呢 你只要将来存 存取的方式的话将来就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 这边有个r 有没有 一样是r 因为你放在resource里面 只要你建了一个档案 它都会对应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是menu 那里面的那个xml档是man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man 把那个里面的menu 把它怎么样呢 透过这边另外也是会有一个infector 这个应该不陌生吧 infector 实际上就把它画出来 那画出来 之前我们有一个叫做layoutinfector 不过这里的话呢 叫做getmenuinfect 这个一个方法 这是内部的一个方法 这个activity的一个方法 里面的话就是说 我可以透过这个getmenuinfector 去怎么样呢 把menu给画出来 OK 大概是会有这个部分 然后什么时候做呢 uncreate 那也就是说呢 在方法里面 你必须还要再建立一个 就是uncreate以外的方法 叫uncreate 后面还有什么 叫做options menu options menu 就是options menu 就是把这个menu给叫出来 那这个方法当然 你也可以让它自动产生 或者是说你自己打仗去也可以 就是说会需要有这个方法 另外对应一个方法 就是当menu 被点击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启动menu 这个是当menu被点击的时候 做什么事 那当然书上是用那个switch case 我习惯用if else 当然你也可以if else 就是说当它点击的是哪一个 比如说menu里面有个id id是about的话 那做什么 也许是tosser 也许是alern dialogue ok那我这边的话就是tosser怎么出来 tosser这是比如说吴清卉老师的app等等 ok然后呢指导老师是谁 自己是自己的指导老师 ok那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改成你的名字 然后点show else就是说如果是离开的话 那就是finish掉 就是把它离开 就是直接跳离了 ok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 也许等一下呢 可以直接就从 你实际上 每个专案其实都可以啦 就是每个专案里面呢 一样就是会需要 怎么样 到resource里面 那你要先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furter new一个什么 directory 一个目录 然后目录名称也许叫做menu 里面再建立一个man 也许叫man 也许叫menu都可以 这一个xml的档案 然后把那个menu给加进来 ok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部分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 等一下我们先回头来看 那个第八章的那个menu部分 那么